一個在我們說來這裡,在Lowee Institute工作的女士,她自己改的中文名叫康斯敏 她在日本的Nikon Asia Review發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說中國正在改寫冠狀病毒的歷史,沒有人可以阻止她 她主要是用西方的語調,指責中國幾樣東西 第一,中國的輿論一直是針對國內,說地方政府,尤其是湖北政府 那些官員辦事不力,就搞出這件事出來 第二,就是中央政府出全力收回禍,為自己的黨吹噓 這裡,她好像不知道中國是一黨專政的 所以就沒有說地區政府的黨和國家的黨是不相同的 但是她錯誤地原來這個邏輯,認為地方政府做得不對 中央政府做得對,就是中央政府的吹噓,打壓地方政府的小黨派 今天不是那一回事 中國無論你是地方政府,也是共產黨 中央政府也是共產黨 在地方政府做得不對,也是共產黨不對 在中央政府做得不對,也是共產黨不對 因為她是共產黨專政,沒有其他人可以賴 而這件事,其實她的暗力就說 中央那個勢力集團,習近平為主 就算攬供,就將一些雜物推給地方政府 好,我們就可以平心而論看看到底這件事發生的整個過程 事後很明白,我經常覺得很容易 在一個流感流行的期間 大家記住,是在去年的12月左右 全世界在北本球都是流感流行的期間 一個跟普通流感完全沒有特別大分別的傳染病 在武漢出現 要多少個病例才能夠引起醫生的注意到 而提出警告呢? 我真的很想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現在可以問美國的CDC 疾病控制中心 到目前為止 她報告已經死了大約二萬四千人 在這二萬四千個病例之中 她們有沒有感覺到 是有一個流行性的傳染病在她們之中呢? 現在你有二萬四個死者 在這二萬四個死者之中 做了多少 這二萬四人之中 做了多少個測試 這二萬四個人全部都是死於流感 而不是死於冠狀病毒呢? 有沒有人可以給到這個答案呢? 我相信非常非常少 因為當這個流感傳入去美國的時候 她們的制控中心 控制了測試這個病毒的權力 就算有其他大學發展到測試劑出來 都不能夠用 因為她們要用官方提供的 但是官方提供的第一批 就已經因為生產錯誤 是沒有效的 這樣 到底是誰企圖隱瞞事實呢? 是中國政府企圖隱瞞事實 也就是說 現在美國政府想隱瞞事實 故意做一些不合格的試劑出來 拖延時間 惹到美國現在已經超過14萬人感染 我可不可以這樣指責美國政府呢? 我這個指責合不合理呢? 我們要用同樣的標準 我們要用在中國那邊 在流感高溫潔裡面 有不少人有類似的病狀 你要怎樣才可以發現到 有一個大型的流感存在呢? 要多久? 你當你知道那個是流感 找到試劑試到之後 你當然可以回頭 原來她是何時發病的? 這個很容易做 但是 你的試劑要多久才能做出來? 你要做到試劑 所以第一件事 要將這個病毒分離出來 拿到病毒之後 將它的基因排序 排完基因序之後 才可以做試劑 中間要隔多久? 當中國確診了大約400例之後 就封城了 請問現在 在紐約 將近 紐約現在是將近 3萬6千人受到感染 她封城了嗎? 她有沒有做到任何 有效的隔離措施? 沒有 如果我們要指責中國政府的話 我們同樣要指責 一些西方的國家 不可以雙重標準 這是我第一點想說的 第二點 她就說現在 中國的疫情現在受控制了 中國官方輿論轉了口文 就說三件事 第一 中國為世界買了時間 第二 第一 就是 買了時間 但是 她就說 現在因為中國內部的疫情受到控制了 中國的輿論轉了口風 她就說 現在中國主要向世界傳遞三個訊息 那三個訊息是什麼? 第一 她為世界大量做了準備 第二 這個病毒實際上可能並非源於中國 第三 中國將會幫助一些國家和他們 對抗這個疫情 這三個訊息 我們看看 到底是中國輿論 還是事實 她自己這篇文章也說到 在中國爆發的時候 這個疫情未傳到全世界都是 到底有沒有這些病毒在世界其他地方流通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在北半球 都是流感時期 這個病和流感很相似 所以在世界各國 有沒有這個病毒流傳 我們是沒有人知道的 除非每個國家都將她因為流感而死亡 或者傳遇的人 做一次測移 如果傳遇的話 她應該有這個抗體 如果她沒有這個抗體 那就是流感 如果發現她身上有這個抗體 即是她這個病 已經在傳遇 傳播著 第二 死者 他們身上所留下的樣本 可不可以發現有這個病毒 我相信一定有這個樣本留下的 但問題有多少 我們不知道 到底中國是否為西方買了時間 這個無可否認地 一定是 中國爆發的時候 是一月至二月 現在是三月 現在是三月底 在西方其他地方爆發 這個時間差 是中國買回來的 這個是不容否認 在這個程序之下 你們自己沒有做好防禦功夫 被這些病毒流下來 或者這個病毒 根本在你自己的人民之中留著 而因為這個病毒在潮伏期 是有感染力 而且未必發病 所以根本可能在各個社區流傳 而關於這個病毒的來源在哪裡 現在中國公佈了 在中國很多病例的基因排序 也有部份的其他國家 也都公佈了他們的基因排序 在那個基因排序裡面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些已經做到的 有基因排序的一些個案 來統計分析的話 發現在中國裡面 大部分都是屬於第三代 而美國奇怪的是有 一二三四五五代都齊 如果說法原地 遲早科學家都會找到出來的 我很相信 法原地真的不在中國 而作為一個評論 在沒有證據之前 這樣切實說中國改變的口風 是一個錯誤的評論 因為這個不根據事實做事 至於中國政府 是不是在幫助其他國家 這個大家有目共睹 中國將各種醫療的產能 全力提高 由本來每天生產二千萬個口罩 現在提升到大約二億個 中國國內所需要的口罩數量 已經下降了 這些提高的產能 是為世界其他國家而提高的 當然做生意 有市場當然做 但是中國的生產商 沒有將這個價錢期貨可居 也都沒有限制產能 使到現有的產品 因為缺乏熱腸高價錢 中國完全沒有這麼做 在這個沒有這麼做的情況下 我們中國還派出不少的醫療隊 這些醫療隊剛剛在武漢 連續工作 高強度工作幾十天之後 沒有休息之下 就奔赴各國 幫各國去對抗這個疫情 人不是鐵打的 人是會累的 他們剛剛打完一場 非常之大的生死戰鬥 現在再次拿自己的命 放在戰線上面 各國幫助對抗疫情 他們一樣 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受感染而犧牲 他們為中人犧牲 我相信他們很願意 這次他們可能為其他國家的人民犧牲 當然可能 我們沒有人希望 這些支援人員 會受到任何傷亡事件 但我們不要忘記 這些人出去幫忙 而不像那些國家 德國的把口說字 看看意大利身為歐盟的分子 當意大利向歐盟求救的時候 有哪一個歐洲國家 派遣醫療部隊去意大利幫忙 現在德國做得好事 德國自己的疫情控制得非常之好 肯收意大利的重症病人 我們以為水手之谷 好事做得好 但是在初期的時候 在初期的時候 意大利向歐盟求救的時候 有哪個歐盟國家出手相助 現在意大利重災區 死了過萬人 死了過萬人 這一萬條生命 到底是誰的責任 請這位康斯敏小姐 想清楚 言語發表文章是要負責任的 等於我說這段視頻 我要負責任的 如果我的視頻後面 是沒有根據的話 我要負責任的 所以同樣 當你發表任何文章的時候 請看清楚事實 不要以我傳我 一個負責任的人 是有良心的 在良心之下 好好地做人 如果不是 你將來可能 一生後悔太遲了 留待讓我去 當我 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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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